好 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2年女排亚洲杯 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中国队第一局以25比13先胜 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局 澳大利亚队先发球 后排注意保护起来 周叶彤在二号位原地起跳的反击二直线 把这个球打在界内 第一局的比赛周叶彤和吴孟杰 两位选手二四号位一共是拿到了10分 是第一局中国队的两位主要得分球员 另外从第一局的整场比赛来看 整局比赛来看 中国队的自私控制得非常好 好球 澳大利亚队也打了一个高质量的进攻 自由人在后排的背垫到四号位 接应地平 非常敢下手 打了一条直线 这支澳大利亚队的二船啊 还是不太稳定的 中国队的战术球打得很灵活 也很多变 这支年轻的中国队 其实后排的技术还是不错的 你看小组赛的四场比赛一船到位率也比较高 并且篮防的能力也比较强 现在主要是要看串联和抗压能力 庄里山这个进攻直接打出了界外 中国队请求了应援挑战 庄里山小组赛 每场比赛都是首发 应该说他是在主攻这个位置上出场时间最多的一位球员 小组赛一共是拿到了55分 也是所有球员当中得分最多的 中国队是本次女排亚洲杯参赛球队当中平均身高最高的一支队伍 平均身高1米84 澳大利亚队的平均身高1米82仅次于中国队 庄里山这个扣球是扣出了界外 中国队的挑战没有成功 双方打成2比2 没关系 这个应援挑战也干扰了一下布朗的发球节奏 布朗也比较年轻 他是01年出生的 在场上打复工 4号位没点了 转移到后三 好球 转移山面对三人篮网起手就掉 徐晓婷这球也敢组织 轻拍了一个心 也是篮网队员身后的空档 前排一旦形成了三人篮网 场上后排的防守难度还是挺大的 这个发球中区有点下沉了 5比2 5比2 转移山发球连得2分 他这两个发球都在追发澳大利亚队后排的主攻24号多德 澳大利亚队的衣传受到冲击比较大 所以主教练请求了暂停 就是再放一点 不再回动 就回动 完全没回动 如果你回它 就要他扩一下 转移山 下来 好的 大家还有什么呢 没什么 来吧 大家来吧 庄宇山这一轮一开始是追发前排主攻的 韦乐的遗传接得不错 随后马上做出应变 去追发后排主攻 澳大利亚队暂停之后又换人 把后排主攻多德换下去了 换上了15号琼斯 他是2002年出生的 身高1米83 看看这一传能不能接好 澳大利亚队的一攻没有打下去 中国队反击主攻手吴孟杰 这球 几乎是超手了 吴孟杰是这批年轻队员当中进攻点最高的 超手了 卧队的三分 中最低 防得好 来到了技术暂停 就行 沉住气 好吧 操机的齐 덕珠 球队当中的大队员 对于队伍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忽敏源在场上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奥大利亚队的进攻又失误了 换人 主攻线上再换人 换上了22号雷德根 现在奥大利亚队的主攻线 已经全部都换了一遍 忽敏源 忽敏源感觉上有一点点不适 但是他依然是在这个场上坚持 因为他这一点对于中国队来讲 非常关键 这也是一种精神的体现 邝大利亚队应该是把忽敏源给换下去了 换上曹婷婷了 好球 周月彤后二清掉 进攻的手段一定要多 周月彤的调球 也是他自己进攻战术库当中的 一把有力的武器 进攻斜线居多 然后结合调球 结合的还是不错的 十一比二啊 澳大利亚队终于是把这一轮给渡过去了 你就从他这一轮当中就能看得出来 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是很多 第一个球一传到位了 但是进攻没有打下去 随后一传出现起伏 起伏了得有三四分 一传好了之后进攻又有问题 所以还是在这个串联环节上 在稳定性上 跟强队有比较大的差距 吴梦杰今天进攻手感火热 这个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明天就开始半决赛了 你们刚才澳大利亚队这个球啊 也没太有经验 曹廷静的发球发了一个前驱 迫使副公跟主公两个人 都是倒地来接一传了 这个时候二传跑道之后 这主公还在地板上 还是传四号位 所以这球就只能去过渡一下 中国队抓住反击 澳大利亚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不然就只能继续玩的 简单的事情 做得最好我们可以 来吧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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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 续续 继续 继续 和我们的年轻队员一样 只不过我们的 基本功 会更扎实 曹婷婷防了一个直线 后排 碰当被壮业山给打到了 壮业山打球还是动脑筋 这个后攻不太好打 自己拍了一个落点 澳大利亚队这局开局非常被动 大面积换人 场上12号是副攻守考克斯 02年出生的 22号替不上来的主攻雷德根 4号为腰线进攻 雷德根大力跳发 好球 徐晓婷和王文涵非常敢配合的 小组在最后一场对伊朗队的比赛 这两位队员首发登场 王文涵在同伊朗队的比赛当中也拿到了12分 一拳直接送叛头 16比4 中国队领先12分 来到了第二局的第二次技术暂停 我们就是拼 他后排脚子站活点 他要说你不露 他不扣你别拦 你不给中线 呼就拦他一个直线 你试试就行了 中线不露 呼就给他直线就行了 吴梦杰在前面 注意下车一下 好 反击不舒服了 不要硬给 咱们打最稳的就行了 好吧 看真往前 打不了就不打了 打不了可以下着船 他一船 你不就得力了 是不是 别靠别人 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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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队在小组赛同组的对手 虽然实力不强 但是也都各有特点 除了韩国队因为派出一支高中生球队之外 像其他的三支球队都是不同的打法 菲律宾队是典型的 和日本队以及泰国队比较类似 打得非常快 队员身高不高 伊朗队的身高会稍微高一些 而越南队他有核心进攻人陈青翠 所以这三场小组赛 对于我们年轻队员来讲 都是一种积累经验的好比赛 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的强度也不大 但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 明天的半决赛 后天的决赛日 强度都是非常大的 从这场比赛来看 中国队也在为之后的 比赛去做准备了 队员打得很严谨 目前为止的自身失误控制非常好 多演练一下我们的战术球 吴孟杰反击的成功率 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面斜拐之 面斜拐之 阵地式的防守 中国队反击 庄云山的点 虽然我们没有吴孟杰那么高 但是你看到最后下球的那一下 会避速率很快 球腰线下来的速度非常快 18比5 背飞很难通通过中国队的篮榜 前排两点攻 澳大利亚队也要去想想办法 澳大利亚队换人了 换上了5号接应里克斯 好 八球 针对性很强 周月彤在2号位打手出界 中国队再抓一个反击 今天中国队也有意的 24号位多打一打 利用往常的牵扯 也调动一下周月彤这一点 2号位进攻 因为小组在最后一场打伊朗队 周月彤的球的数量不是很多 澳大利亚队 这个还是配合上的问题 这22号雷德根他是准备打后宫了 前排的副宫没有跑开 这球是二传 这二传传的是一个后宫 但是传完球之后 直接把这个后宫给挡死了 在场上还是有点懵 雷德根撞在了脸上 也被暂时地换下场 盘头球 泰国队和菲律宾队的斯本离决赛 将在今天的晚场来进行 泰国队在小组赛是输给了日本队 0比3的比分输的 这次女排亚洲杯 泰国队是近前主力 除了伤员 阿爷查拉鹏 没有随队参赛之外 其他的主力队员都在队伍当中 还有一位是主力复工 在试联赛的时候就受伤了 现在还在恢复 中国队在后排换上替补主攻 庄心如 上来发球 这也是中国队比较固定的 一个战术性换人 上来低频的发球发直线 反击球中国队节奏控制得很好 从上球开始 一直在控制节奏 一点都不着急 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24比6 在纷尔银沟通 卖得太狠了 这批队员还是有比较丰富的战术 这球 庄亦山是打短球 球不到位 打四二位强攻 有效篮网 澳大利亚队的自由人 这个球的效果防得不好 25比8 中国队大比分 胜了第二局 现在在这场斯芬迪决赛当中 2比0 领先澳大利亚队 8 deve 全部都不公平 8章 2条 4 准备 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